嗯 薛珊珊 你沮丧什么呀 终于脱离了挑财功的模式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你要做开心的女生啊 吃饭了 吃饭 珊珊 嗯 怎么不去吃饭 感冒还没好吗 嗯 你今天怎么不去大老板那儿吃饭了 嗯 我感冒好了 但今天不用上去分家了 哎 用餐具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走走走走 喂 薛珊珊 你居然敢罢工 啊 阿嘉 老板找我上去有事 我先上去了啊 下次来跟你一起吃 老板 老板 凤小姐没事吧 她没事 嗯 那就好 嗯 那你跟凤小姐 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 你问这些干嘛 嗯 没什么呀 就是 就是好奇 支票 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 小珊珊 嗯 嗯 你就不会放成仙钓大鱼吗 嗯 怎么了啊 嗯 张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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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 啊 哎呀啊哎呀啊 你这样就没什么事啦啊啊啊 嗯 那谢谢医生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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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既然没事 送医生 快去啊 医生这边请 好的 谢谢 小珊珊 你命够大了 小珊珊 你命够大的 这么大个岁都没掐死你 小珊珊 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了 珊珊 明天准备穿什么衣服啊 你有什么衣服啊 你不会加班加傻了吧 明天公司年会呀 你该不忘了吧 对啊 我已经准备好蕾丝细肩带小洋装 明天一定要艳压情风 细肩带 难道你不冷啊 当然不怕冷啊 就怕明天有谁比我更不怕冷 我呢就希望我明天可以抽一个头角 听说去年的头角是聊汽车 这么好啊 感谢我的爸爸 感谢我的妈妈 吃下我让我拥有熊猫血 感谢风塘公司翻这个大奖给我 谢谢大奖 谢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关照 别高兴得太早 大奖可就年资限制的 你还未买周年呢 年资限定 好了 你就别想大奖了 好不容易可以慎装打扮 你一定都准备好了吧 那 那是当然了 当然没准备了 天天挑菜都快挑成黄花菜了 是用心形顾这个 本姑娘今年的年会 纯粹是为了美食 开吃 那山山 你准备穿什么呀 你就 就随便穿个裙子什么的就行了嘛 为什么每次年会舞会的 我们女生都要穿得那么少呢 露股膊露腿的 给男人看上太不公平了 那男生为什么不穿个短袖 穿个短裤给我们看看 女生穿很少就很漂亮 男生穿得少 不是显得很猥琐吗 哪不成你要穿个运动服 就去跳舞啊 还要跳舞 看来吃完就得立刻闪 那当然了 年会啊 都要凭全场最优雅女士 奖金一万块啊 如果是嫌饭量最大女士 或者最快在一盘菜里 把香菜挑出来 我还有可能多亏 不过呢 我们虽然财务部的人一向朴素 但比起其他部门的女同事 总不能太朴素吧 那这两个绝对是保持我们 才有辅助传统的 不是还有周晓薇吗 对哦 看来只能看晓薇的了 再说吧 我现在可没那心思 杉杉 你明天可一定一定要 打扮得漂亮一点 你可不想 老板开舞的机会落在别人手上 谁 什么开舞的机会啊 全场最优雅女士和老板开舞啊 看不看吧 看不看吧 就知道这一万块钱不好拿 居然还有这种酷刑 跟老板一起跳舞 那不是握着老虎爪子玩命的行为吗 万一一个舞我没跳好 才到老虎椅子了 天哪 我的大好人生就这么悔了 感觉这么紧啊 午餐盒饭里的卡路里还真不能小瞧 这么紧 应该不会影响吃饭吧 这么紧 应该不会影响吃饭吧 应该不会影响吃饭吧 珊珊 来 快来这里 我帮你带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 每一个进程的女士呢 都要带个碗花 碗花上面有一个号码牌 然后再场的男士 都会根据上面的号码牌 选出他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女士 所以把它带好了 都带好啊 好 我们俩人生了 我跟他和你打哀 我怎么写的 你是不是 这边有的 这边还会有很多 我说如果给你打车了 我拿着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